好,我们这一节正式来开始 对托普进行学习 那么第一节课呢,我们首先来进行一个 一个引导什么是 什么是托普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数学一般都从 集合开始出发 然后对集合 加上一些上层结构 来让集合更加丰富 要产生一些更有趣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们尝试过 给集合加过弹数结构 就得到群啊之类的东西 还有其他 我们以后会讲到的东西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 会给 集合加上托普结构 那么我们就得到 托普空间 那到底什么是托普呢 好,我们我们 首先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在数学里面经常说 那托普学家不能区分 咖啡杯跟甜甜圈之间的 不同 那咖啡杯 好像是带耳朵的咖啡杯 是这样的一个咖啡杯 就有一个 有一个把手的咖啡杯 那么甜甜圈怎么样 甜甜圈是这样子的 就像一个水泡一样 这两个托普学家不能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个我们可以慢慢的变形 变成这样 变成另一个物体 那怎么变形呢 我们把虽然把咖啡杯的杯底是吧 把它慢慢的加厚加厚 直到这整一个咖啡杯里面全都实心的 那么整个实心的咖啡杯之后呢 我们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 变成一个实心的圆柱体 然后再加上一个耳朵在这 一个实心的圆柱体在这边 像一个这样的东西 要慢慢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实心的这一边变细 然后变成甜甜圈 然后反之 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慢慢的变回来 再变过来 咖啡杯跟甜甜圈 之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形得到 那么托普 托普里面往往我们会考虑这样一些几核物体 这几核物体就仿佛它们是用 橡皮泥做出来的 它们会 是吧 可以 我们可以慢慢的延伸 或者扭曲它们的形状 只要我们不把它们撕裂 不把它们弄得 是吧 非常的细 把它拉断 这样子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变换 我们就在托普里面 就把它们看成是一样的东西 好 但托普里面除了这样一些 橡皮泥做的几核物体之外 它有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概念 其实很多基础数学里面的概念 都是一些其实有托普的那个思想在 在后面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微积分里面看到过的 极限 极限其实也是一个 一个托普定义出来的东西 是啊 举个例子 我们考虑 开区间零跟一 跟B区间零跟一 那么这两个区间作为集合 它们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试着去构造一个 这两个集合之间是存在双色的 是有一一对应的 大家可以试着去构造一下 但是 它们 虽然作为集合差不多的东西 但它们有着本质上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在数学里面 我们会经常在说到 我们譬如我考虑数列an 是等于1除以N 那么这一个数列 这一个数列既是这里面的 这个空间里面的数列 也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数列 但是 在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数列是没有极限的 是吧 因为如果它有极限的话 它极限应该是0 这个如果在数列在这个空间里面 因为0并不是 这空间里面的一个元素 所以 这个数列 在这里面是没有极限的 但这个数列在这边是有极限的 所以 大家看到 这两个集合 作为集合 虽然它们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 作为 别的东西 它们是不一样的 这个别的东西 就我们将要学习的拓谱 好 接下来我们要给出 拓谱的一个准确的概念 那拓谱这个其实 也是由我们 那个基础数学里面 所谓的开区间 闭区间 一个推广 那么 我们就把一个集合里面 某些子集 说它们是开的 然后把另外一些子集 说它们是B的 然后把它们 进行一个构造 那么下面我们来写出 来准确定义 定义 集合 X 上的一个托谱 T 是密集 LX的 一个子集 也就是说 这个托谱T 是由 集合X 里面的子集 所构成的集合 并且符合 并且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个 我们需要 空集 在T里面 空集作为一个集合式 X的子集 是要空集在T里面 并且X也在T里面 第二个 如果我们有 UI 对某一个 指标集I 如果UI 都在T里面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对UI取并集 无论多少个UI 我们都可以把它并起来 那这个并集 仍然在T里面 那第三个 如果 U1 一直到UN 都在T里面的话 注意有限多个 有限多个 元素 在T里面的元素 我们可以把它们相交 它也在T里面 注意区分第二条跟第三条 第二条是可以是 无限的并集 但必须是 有限的交集 符合这 三个条件的 我们就把它 作为 X上的一个托普 我们来举一些 托普的例子 我们假如 我们有一个 集合X 我们有两个 总是可以给X的托普 第一个是 只有空集跟X 所组成的 的托普 我们叫Tc 这样一个托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符合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是吧 你空集跟X 无论你怎么并 是吧 要么是得到空集 要么得到整个X 然后 交集也是同样的 你无论怎么交 要么得到空集 要么得到X 所以这是一个托普 这叫Tc 那另外我们还可以 有另外一个托普 就把 X的 整一个密集 作为一个托普 就我们 所有的 X里面的 字集 都在 这个托普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托普 这个托普呢 我们叫它是 离散托普 我们以后会看到很多 现象来说明 为什么它叫离散 因为它的确是 它每一个东西都散得很开 所以叫离散托普 第一个例子 然后第二个例子呢 我们来 让我们的实数来作为例子 那么实数R 我们有一个通常托普 以后我们也会经常用到通常托普 这个字眼 所谓通常托普 就是我们常用于这个集合的 上面的托普 当我们不把托普 仔细地写出来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 默认为它是通常托普 下来的托普空间 通常托普 通常托普是什么呢 就是由所有开区间的并级 所组成的的集合 这样R上的托普 通常托普 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设定下面 这个X跟一个托普T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X跟T叫做一个托普空间 然后把T里面的元素 我们叫它开极 然后开极的补给 我们称它为B级 我们称它为B级 这就是模仿着那个R 那个实数上面的 的那个开区间跟B区间来说的 是吧 我们知道开区间的补给 就是一个B区间 或者B区间的一个并级 开极并级 跟TOP空间这样的字眼 然后特别的我们会 会把托普空间X 如果我们有时候 是吧 我们懒得把T写出来 我们就直接把说X是个托普空间 那么X里的元素 也叫点 就当我们说一个托普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基本上把它想了几何化 然后于是里面的元素 我们也叫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叫点极托普的课呢 就是我们讲到点跟集合 这样集合就托普空间 点就是托普空间里面的元素 像一个托普的一个基础课程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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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